欸 有沒有看到我要來報氣一下 但是大家有沒有看到我手上多了一個口罩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就是紫色的口罩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紫色的 好 但是大家可以猜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要拿著口罩呢 到底是跟冷有關係呢 還是什麼呢 還是要防疫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猜起來唷 好 我們先看到今天是12月14號 禮拜一 今天是Monday December 14th 好 大家是不是有Blue Monday啊 是不是這個藍色星期 欸 我不想要上班上課 我要想要躺在床上 尤其是台北今天變冷了 我根本不想要上床 但是大家看到我心情有沒有變好啊 欸 也告訴我 在留言區告訴我一下喔 目前呢 就要告訴您 台北市現在外頭只有19.9度 而且很有可能這個就會是今天的高溫 因為今天呢 冷氣團南下 溫度只會慢慢的往下降 而且有沒有看到降雨之率90% 今天呢 又要回到這種濕濕涼涼的天氣 昨天那種好天氣已經沒囉 我們看到衛星雲圖喔 欸 我已經看到有人已經猜中 我拿口罩的原因囉 我看到正確答案囉 所以呢 不知道的人就繼續看下去喔 好 今天呢 就是受到這個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所以今天北部地區的溫度就跟著下降了 今天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高溫大概就在18到22度左右 那中南部地區喔 基本上沒有怎麼受到影響喔 這個高溫還是有26到28 甚至南部地區上看30度 這個南部真的是兩樣晴喔 一冷一熱 溫度差蠻多的 所以今天如果您要北上的話 這個外套記得要穿起來喔 因為真的會冷 而且呢 沿海地區的風浪又會開始慢慢的增大了 大概會有8到10級的強震風 所以提醒海上座位的觀眾朋友要多加的留意 再來我們就來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喔 其實北部地區像我記得我之前有說過啊 就是北部只要下雨 內湖就會下雨 其實來上班的路上呢 內湖已經有在飄雨囉 所以今天呢 迎封面主要就是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這個宜蘭東北角這邊 雨勢會比較大一些 還是會有局部大雨 但是有沒有看到 過了一個中央山脈喔 這邊好像都沒有什麼水氣耶 今天呢 背風测都是多雲倒勤的好天氣喔 但是北部地區就是要注意喔 這個溫度是比較低一些的 到了晚上呢 其實這個降雨還是會持續下去 而且北部地區很遺憾 又要繼續下一個禮拜左右 好 再來我要來公佈答案囉 我們來看到空氣品質圖 有沒有看到今天這個台灣 真的什麼顏色都有耶 從好的綠色到普通的黃色 到這個比較不好的橘色 再到我們的紅色就是非常 空氣品質非常非常的差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冷氣團南下了嘛 那它也夾帶著一些大陸的污染物 一些霧霾也跟著南下 所以呢今天喔 北部啊竹苗還有中部 都是橘色提醒 那到了雲家南還有高屏 甚至是亮起了紅色提醒 所以呢這個口罩 建議大家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攜帶 尤其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過敏族群的話 不戴真的會不舒服 而且反正嘛防疫嘛 那今天天氣又冷嘛 就戴上吧 自己會比較舒服一些 好 再來我們看到天氣走勢圖 我們要來關心 接下來這一整週 上班上課的天氣狀況喔 最主要呢 今天開始到禮拜三 都會是比較冷的一個情況喔 會一路冷到禮拜三的清晨 這個北部低溫 大概就是14度 15度喔 甚至呢空曠的地區 還有可能下探13度 就有可能會變成 冷氣團的一個強度喔 那到了禮拜四開始呢 溫度會慢慢的稍微的回升 高溫大概回到17-18度左右 然後呢 這個氣溫當然回升 降雨就也會稍微的趨緩下來一些喔 那到了禮拜六喔 很可惜的是 週休假期大家想要出門玩了嘛 結果呢 又有一波東北季風 要再度的南下 而且這一波呢 有可能會比今天這一波來得更冷 但是呢 因為時間還久 我們要持續的為您關注 但是不排除就是週末的時候 氣溫的確會下降 而且北部灣東半部地區 又會再度的下雨 好 最後天氣關鍵字 要提醒大家的呢 就是今天冷空氣就是增強了 所以溫度會下降 有沒有看到今天北部就列了三項喔 北部地區喔 就是低溫會下探14度 那北部灣東半部 因為是迎風面嘛 所以會下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再來就是今天 北中南空氣品質都不好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口罩要記得戴上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資訊 並讓您出門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